大家好 本專題的題目為木匠奇遇記 在報告之前讓我們先看一段30秒的影片 木工廠有簡單自然的環境 體驗前專人詳細解說木頭種類 店員在體驗中指導讓有可能融入其中 設計周邊商品製作生動的Fresh動畫 結合豐富內容製作成網站 站內有六大主題及引人入勝的前導動畫 製作電子書詳細介紹周邊景點 現在我們進入主題 本專題目錄包含前言穩線探討專題設計專題成果結論建議 前言研究動機隨著時代改變傳統記憶沒落 本專題木匠兄妹觀光木工返為主題 運用記憶傳承數位資訊結合後裏觀光雲端科技及創意價值 將記憶傳承與推廣 研究目的 整合多媒體建制網站探討傳統木工業轉型成觀光木工廠的過程 及木匠記憶的延伸價值並提供建議方案 研究方法 我們實地走訪木匠兄妹兩次 包含體驗地案外籍導覽活動 研究流程 先擬定主題 撰寫計畫書 經過多次的資料整合 食物設計及多媒體應用 最後加以修正及維護 文獻探討 轉型過程 1970年 父親經營的木工廠興盛 但造逢時代轉變 因而倒閉 2005年 周先生和妹妹回到後裏 運用創意巧思 讓天然木製品更貼近你我生活 木工小百科 園區使用的木材多為松木、胡桃木及塊木 木工機器介紹 園區有10種機器 本專題列出主要的6種 周篇商品及手作課程 設計區位商品 與政府和企業合作 課程多為實際DIY 讓遊客體驗手作的樂趣 同職行業分析表 比較同職行業 木家兄妹所訂的客群多以慶子為主 商品以生活手需居多 此外的分析 內部優勢 商品以手作為主 研發速度甚同行 內部劣勢 店家為執照偏僻 不易吸引人潮 外部機會 接受海外邀約 向國際化發展 外部威脅 社會少子化問題嚴重 上機出現警訊 專題設計 網站架構 分為預見、工法、商品、課程、專訪等6大學習區 動畫腳本設計 內容為父親的木工廠面臨經營窘境 朱先生與妹妹洗手替木工廠找到新生命 從中體會兄妹兩傳承記憶的決心 設計理念 運用多媒體課程所學 Illustrator Fresh 研習課程所學 Indesign Schedulamate 及商概課程所學 Swap分析 將課程所學實際應用 延伸多媒體網站 規劃五大核心價值 現象推廣網站 運用Webli建置現象行銷推廣網站 可透過QR Code掃描 提供更便利的行動學習管道 專題成果 網站設計 因畢業為從天而降的機器人 用木槌操出寶盒 對寶盒中的驚奇一探究竟 當游標移植選單時 還會出現木槌操打 增添閱讀的樂趣 動畫影片 以木槍雙面的起源與展形過程 作為故事主軸 訪談影片 透過影片可進一步了解 周盛盛勇勇士經營的精神 線上推廣 電子書設計 結合觀光 書中詳細介紹專題內容 其周邊景點等七大單元 商品開發 商品設計 以保略動物作為主題 設計隨身鏡 背墊 紙膠袋等周邊商品 實體商品開發 與木工及雷教師傅合作 製作背墊 另與印刷廠合作 製作紙膠袋 數位加值 LINE 貼圖設計 延伸商品法蘭斯作為主角 以不同的文字及動作傳達心情 3D建築設計 位置工廠外觀 讓民眾可透過網站瀏覽3D工廠圖 建議 建議課程及商品結合工藝 規劃活動推廣社會關懷 本專題報告到此結束 感謝大家的聆聽 和社會議員 建議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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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